各位早晨,歡迎來到早上的問答環節 歡迎家庭觀眾 有天想問郭Sir可以立即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是204-6566 又或者歡迎發電郵給我們 我身邊的嘉賓是我們的事務總監郭Sir 郭Sir早晨 早晨 急不及待,家庭觀眾已經在電話旁邊 聽聽這位家庭觀眾范小姐 早晨 早晨,郭Sir早晨 早晨,早晨 我想問,市場是否跌千萬九點就不行 我17元買了現周 現在只賺不到,到底怎樣 不如先講個別股份 郭Sir,1171 燕周煤17元左右買入 已經賺到了,現在去到17.7元 好不可以先只賺呢 其實今天輕輕升破了一個星期來的高位17.8元 是有些想再向上行的形態 不過A估這一分鐘似乎是處於高台上的整顧 所以港股暫時都在等 19.5元不失,問題就不太大 或者簡單說,不再跌穿 1月4日的高位18,970點 其實來講仍然向上行 不過當然最重要當然是18,303點 不跌穿的話,仍然是先低後高的 在我的文章上已經講了很多次 可以放一個紙賺的 17元買到現在17.7元,只有7毫子 要設紙賺位都不知道怎樣設 如果你持貨不是太多 是細數,純粹是短炒的話 等等無妨 但如果你說 上落都是一元幾毫子 老實說,你現在這一分鐘 就輕輕地先走三分一 有些短線是賺幾毫子,不會賺得多 走了三分一 萬一真的升破18元 繞上雙手 等一會上18.5元的水平 然後再走三分一 這樣你就會做得輕鬆一點 當然,如果持貨是相對比較少 譬如一千或兩千股 那就無所謂了 我覺得等等亦無妨 因為整個大市這一分鐘 都仍在一萬九千點樓上走 只不過A股暫時處於一個聲後整固 港股就變成大家抱著官網的態度 這樣解析 范小姐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銀號二落,你說14元落後落 今天又想去落後 還要錄回來,又怎樣算? 銀魚的,你現在有沒有貨? 我原來是13元落後要入 好 編號二十七號銀魚現交到14.48元 這隻怎樣看? 一個星期來的高位是14.64元 今天日中的高位曾經見過14.72元 現在是輕輕升破了 不過整個市大陣正 再回到14.5元 你真的要自己決定 因為市是飄乎的 一會兒可能升三毛錢 或者一會兒跌兩毛錢 也不頂 定目標就是你現在上網那裏 去到那個水平 想不想出呢? 你要快決定 你不決定的話 一會兒過了就沒有了 或者高一點也不頂 所以最終來說要看你自己的 如果你說我賺一元幾毫 那你放紙賺位 那一分鐘放紙賺位可以放14.4元錢 換句話來說 14.4元你不走 不要緊 萬一跌穿14.4元 那你就下車了 賺了算數了 有時短炒的東西 大家希望賺錢賺多些 可能14.4元走完之後 他把握一聲就上回15元 也不出奇 所以最好就是分階段慢慢買 或者分階段慢慢沽 你有五千的你先沽兩千 萬一再升上去你還有貨在手 你要完全掌握波幅 希望自己 在差不多最低的價錢買 然後在最高的價錢走 走完之後還要跌回 走得對的話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 記得 下次我講目標價的時間 如果股價到也好 不到也好 大家都要決定要怎樣做 因為目標是你定的 不是代表一定要到 大家要搞清楚 我們做人 我們做生意 我都有目標 一當生意 我三個月就還本 半年我開始賺錢 你的目標是這樣 或者兩個月可以還本 但可能到一年你都還不到本 也不成功 目標和那件事情 是否真的到達 是完全兩件事 不能夠定了目標 我就一定要去到那個價錢 我才走 當然知道 你中線的當然是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經濟還是向好的 最終都要翻翻上去 但講明自己是短線 最怕就是你升六毫子那下 不走 翻轉又跌兩毫子的時間 算了 這樣就走了 一來一回 又賺便士 這樣就不值 小心點 好的 謝謝郭Sir 范小姐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想問一下聯想 因為聯想 大空看好他 因為昨天看過他 很多人 可能大戶入了 都是五元九元八元幾 哪一隻 哪隻 亂想 992 可以不可以入 現在可以不可以 好 我是一般 老實說我真的一般 第一 二十六倍市盈率 股值是高 大行是買了的 我知道 如果你覺得跟大行是可以走 買回少許無貨 但比起我 我會選其他股份 當然知道 現在iPad iPhone 這些已經漸漸取代個人電腦 但個人電腦 其實在內地市場仍然很大 這個我承認 尤其是官方 一直都是全力支持聯想 所以市場仍然看得比較正面 這一分鐘的股價 已經是接近一年來的高位 如果能夠升破六元 或者六元零四仙的話 進一步向上網 可能是六個半 甚至更加高 但以現在這一分鐘 如果你要買的話 初步的目標 應該是六元 好了 六元相對五個七號八 我就當你兩毫子 理論上跌一跌回 跌穿五個半 我就止蝕了 做得到這一點 自己考慮上赤 但我覺得 就算要買 也不要太大注 好 聯想編號992 現時都可以少著買入 第一個上網空間是六元 指示位是五個半 很感謝范小姐你的電話 時間不多 郭sir說一下市況方面 我看到你的文章 你說到恆子首個上網目標 去到19242 可否也解釋一下這個指數是怎樣 其實呢 整個市就在12月份 曾經一度 夾到上去 12月7號的19242點 之後就跌到到12月19號的17821點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整個市都是在這1421點的框框之內 是反覆的 當然不知道 既然指數能夠回到199點 多多少少有些憧憬 即是一旦成功突破19242點 下個目標 將會是11月14日的高位 19641點 還有一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不會是 今天高 明天低 明天低 後天高 不會的 一定會抹很多日 所以如果今個月的低位 是星期一的18303點 高位應該還在後面 好 謝謝郭Sir 稍後 仍然都是郭Sir在和我們聊天 歡迎家庭觀眾 有事想問郭Sir 可以把握最後一節早上的問答環節 我們電話熱線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歡迎傳email給我們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郭Sir在和大家繼續聊天 謝謝